大家好,欢迎回到亚布的烛环视频道 大家好,我是Rumi 我是亚布 那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已经到9月份了 所以说8月的那个澳洲房产的这个数据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嗯 我一直有讲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会进入一个放缓的周期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从21年开始到现在真的整个市场非常的疯狂 就已经三大城市比较布里斯班阿德还有珀斯 这个比较表现比较活跃的 都已经涨了将近60%到70% 有些比较极端的地区 它可能已经涨了70%到80%都有 所以说非常的夸张 从澳洲的房地产历史上来看 都是非常迅速非常活跃的几年 如果这样的数据一直跑下去的话 会感觉就是普通普通家庭的这个承受能力 会扛不住 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说8月份啊 已经是下半年的第二个月了 那个市场到底有没有冷却呢 嗯 就是这个我们每次都是看这个Coreology的这个报告嘛 它的标题是Growth Cruise in Australian Housing Value 但是我从这个数据上面来看的话 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降温的形式啊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大体的数据来过一下 8月份呢全国的房价数据是上涨了0.5% 这个是全国的大盘 那么上升的城市呢仍然是老三样 珀斯维持已经不知道多少个月2.0% 阿德1.4% 布里斯班呢上升1.1% 布里斯班上升1.1%还是蛮出乎我意料的 我一直总会觉得下个月的时候 布里斯班也许就跌到0.9 0.8这种 但它还是蛮坚挺的 对 我觉得还是那个就是比较基本盘啦 基本盘大概七八十万到一百万出头的这个区间 还是没有消化完 对 我们最近也有买一些可能一百多万的房子 我感觉大家的现场的购买热情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房价总体来说 以那中位价来看的话 它是没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对 这下的呢就是都是一些平盘或者下跌的城市 悉尼 墨尔本 堪培拉 达尔恩 霍巴特这些 那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呢 是悉尼上升了0.3% 但其实也是一个平盘的数据 那下跌最多的城市呢是堪培拉下降了0.4% 这个堪培拉好像以前一直没有提到 大家都一直暗戳戳的在指那个墨尔本 但没想到堪培拉的反应还是比较大的 对 墨尔本下降的表现0.2% 对 就是微微跌了 微跌了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信号可能有点出来就是 下跌的城市再变多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这个布里斯巴阿德和珀斯三个城市 其实在未来还是存在一定压力了 大家可以再跑一段时间看一下 对 到圣诞假期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对 买房的人可能会心思会散掉之后 市场数据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OK 那根据这个数据呢 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8月份的一些 比较有看点的一些信息或者数据 那第一点我总结下来呢 就是说全国房债的走势的增速 它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放缓的 如果我们单看这个单月的走势的话 它其实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增长 尤其是这三个中型城市 但是由于现在全国已经连续的 第19次的整体上涨了嘛 那它同比于去年 过去的去年的这个时候的 三个月的季度增长来讲 去年的6到8月的季度增长是3.3% 那今年的六七八月的季度增长呢 就是1.7%了 所以其实只是去年同期增长的一半 所以说对比去年来讲 今年的这个增幅呢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对比较接近于尾声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加息加到那十几轮之后 其实爆发最强的就是去年的年终 到年底这段 然后加上今年的上半年 还是依旧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增长 那现在比去年的最顶盛的时期 肯定是要对稍微稍微减速了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珀斯和爱德莱德 还能上涨多久 但是我确实觉得布里斯班的房载上涨 真的是已经是快进入一个尾盘的阶段 新的一个周期吧 我觉得新的一个周期 因为上涨它肯定会有一个平盘 或者是调整的时间 它肯定它已经快进入这个调整期了 对然后在下一个阶段 再等到降息啊 或者是一些更加宽松的政策出来之后 会会再激活这个市场 因为现在又打压移民 然后听就澳洲经济也 对铁矿石下降啊 就矿业不是很好 对所以说还是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新闻在那边 加上利息没有降 我觉得是时候去进入一个调整期 对那就是说 什么时候这个增长会慢慢的消退下来 还能再涨多久呢 你觉得会取决于哪些因素啊 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 需求一定是决定房价涨跌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抛盘的话我觉得应该影响不大 就很多人说供应它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供应的话主要取决于利率 但其实利率已经维持在高点 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些被迫要出售房产的人 其实该被迫出售他们已经拿出来卖了 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不存在说我被迫出售 就是我想要在线卖 或者我就 我已经在二三年二二年二三年 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 我不可能因为要见卖 所以说我就拿出来这个 我觉得供应端应该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需求端就是 需求端的话就是二二年二三年 其实进来很多移民嘛 然后那些人他有租房的需求 然后租房需求可能又蔓延到说买房的需求 就原来那些子租房不买房的人 他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买房的市场 包括一些新移民啊什么 他们都有这样的需求 那这种旺盛的需求 就顶住了这个利率的这个压力 结果发现澳洲房产又进一步往上走 但需求他始终会被消化 如果没有新的需求补充的话 我觉得市场就会冷却 那为什么没有新的需求补充呢 一个是价格真的已经涨得非常高了 第二个呢就是移民政策的改变 那未来的话我觉得澳洲的新进来的移民 不管是TR也好 永居也好 应该会比之前要稍微少一点 TR我觉得是少的特别多 学生砍学生签啊什么什么 什么投资移民签啊就砍很多嘛 然后 永居的话也是保持一个稳定 但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就是我看那个配额啊什么的 稳定但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说当需求被消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市场一定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稳 比较冷静的时期 那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我一直讲啊 就今年的下半年 就到时候可以看一下情况 OK 了解 那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雅各布刚才其实总结下来 他是提到了三点嘛 第一点的话就是需求端 这个房这个市场上的这个需求 什么时候可以被消化完 那这个需求的话呢 其实我们观察下来 主要是中低价位的房产的需求 什么时候可以被消化 因为这一部分的房产它的 从需求的这个 适应的人群来讲 它还是蛮大的 中低价位它不仅适合于这个 首次之夜的人群 对吧 那它还适用于就是 一些就是投资客 对 因为便宜房的租收比 可能会更理想一些 所以说投资客和 刚需要上车的这部分人 都会去抢这一块 这一块饼 对 所以说这一部分 六七十万七八十万的房子 什么时候会被这些人群消化完 是决定说布里斯班也好 阿德或者珀斯也好 它什么时候 市场真正会进入一个平盘 或者是下降期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而且投资客 是从上往下开始传递的 就是我可能买不起200万的房子 然后会退到150 150的房子 发现租收比不是很高 我就退到100 100发现还不行 就是它投资客 它的要消化掉的速度 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因为自住客的话 他可能买不进那个区 他可能就选择租房 对 你让他一个住在靠市中心的人 你让他一定搬到很远的地方去 他未必会适应 但投资客的话 因为不是他自己住的房子 相对来说他会 调节自身的这个适应度 会更灵活一点 有些人他可能原来是不在乎 那个租收比的 利息高之后 他开始了 然后就慢慢向下传递 所以说 就是比较基本盘那块 比较底层的那块 其实是相对来说 就城墙比较牢固 比较难攻破的 所以说 他会在最后才会熄火 对 他会在最后才会熄火 就这段时间 确实他会跑多久 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停 那跑多久的话 完全就生不可测 生不可测 第二点就是他刚才说的供应端 供应端其实 新房的供应 其实没有明显速度上的提升 对然后降息的预期 也不是特别的明朗 说是下半年或者明年降息 但也还没有明确的预测 到底什么时候 对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三个城市 什么时候 房价会进行一个平坛 或下行通道 还是会持华以态度 对 那第三点的话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最新的数据显示 墨尔本的房产的中位价 已经被阿德莱德和珀斯接连超越了 那他的房产中位价 已经跌到了倒数的第三名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德的中位价现在是79万 珀斯的中位价是78万5 墨尔本的中位价是77.6万 那么这个数据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跟他超越布里斯班的时候 情况是比较类似的 受制于他的房产类型 Unit所占的比例偏高 所以说它是混合在一起的 房产的中位价是被阿德和珀斯超越了 但是单拎出来讲House 和单拎出来讲Unit做对比 墨尔本的中位价仍然是高于珀斯和阿德莱德的 对因为这个我看数据说 墨尔本的Unit占比三分之一 那珀斯和阿德莱德的Unit占比大概只有16% 这大概就是他的中位价平被各种城市超越的原因 对 就还公益比较多 对公益比较多 OK 那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的Rental Yield 就是说他这个租售比已经是与墨尔本持平了 来到了3.7% 我们之前一直说是这个随着 这个阿德莱德和这个布里斯班房价的不断上升 他的租售比是会慢慢下降 对慢慢下降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嘛 那投资客追求短期收益和他在乎这个持有成本 所以但是对于长期的资本增值其实影响并不大 影响并不大 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追求大概4.5%到5% 或者是5%以上的回报的话 基本上在布里斯班 Council的这个市政范围之内是很难找到 基本上都会掉到4以内 3.5% 3.7%这种都是属于家常便饭 对所以说很多投资客他如果要找一些租售比更高的 可能就不能选在布里斯班了 得选在Logan Ipswich或者是GoCo 还有一些机会 这个倒是确实 因为房价的有时候房价涨太快的时候 你的租金又跟不上了 就没想到已经跟人家大城市的租售比也持平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此销 此销比涨的一个过程 就是大家选择 这个资本增值的上升也就会有租售比的下降 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不能两头都占 所以说投资的时候也要想一想我到底是图什么 我要想求稳的 就可以去找一些便宜的租售比还不错的 想要对现金流比较好想要博一个大的 然后本身又能用自己的一些优势退退税 确实有一些投资客工作真的很好 又是PAYG 然后一年都夫妻两个人一人都十几万那种 它确实没有很好的这种抵税的方法 你确实只能买一些租售比稍微差一点的房子 就是去cash flow上面稍微牺牲一点 然后赚一些capital gain这样 OK 那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四年以来 澳大利亚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租金的增长 那我看数据显示过去五年的租金上涨是39.7% 那月租金我算了一下上涨是大概是0.66%每个月 那这一个月就是八月过去的这个八月份来讲 Cologic的说澳大利亚的租金上涨是0.1% 那对比之前的0.66每月来讲 它的这个租金的上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放缓了 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租金放缓 对于租房者和求租者来说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因为经历了这个不断的租金上涨 我看说过去五年租房的中位价累计上涨了180欧币 这个其实周租金累积上涨了180欧币 那这个其实对于求租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那现在这个情况终于是有所缓解 租金的上涨确实很明显 就是我们帮有些投资客他去买房的时候 他会说这个租金怎么这么低 但是你去看他的签的租金可能是一年之前签的 或者是两年之前签的都没这么涨 他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然后跟他说你只要renew一下之后 你就会可能一下就会跳涨100 这个在这边都是蛮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租金的增长放缓 我觉得伴随着其实也是房价的增长的放缓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 就你不可能房价涨 因为投资客他要承受 对承受那个贷款的压力 如果你租金跟不上的话 那他就会 投资的意愿就会降低 对投资意愿降低 或者我投资的选择的房子类型就会减少 会慢慢慢慢互相影响 最后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否则的话 你只要你不管你的利息涨多高 只要我的租金能够support 我一直往前冲 那他就敢入市 对他就敢他就敢下手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明显的信号 就是说租金有点开始减速了 那么我觉得房价的减速应该不会特别的晚 不会特别的晚 就等待那些租金其实租金方法 其实也是租房的需求 租房的需求购房的需求 他始终会被消化掉 就是那个过热的需求会被消化掉 但是我也观察到说是不同的城市之间 它的租金的上涨幅度和下调幅度是不太一样 那我看到说阿德莱德的租金 它是上涨的最高 在7月份它上涨了0.6% 那墨尔本和珀斯上涨了0.3% 这个大数据跟整体的珀斯和阿德莱德的房价上涨对得上的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墨尔本它的租金也有一个小幅上涨 那我接下来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的租金是下跌了0.1%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布里斯班房子中位价的增速放缓也是有一定的联系 它的中位价现在已经是 它现在的租金市场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 OK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很多朋友问我现在是不是澳洲房子涨到头了 然后我是不是应该暂停先暂停购买先看一看 你觉得你觉得现在还能买吗 我觉得看你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阶段 因为就像你之前说的利率已经涨到头了 接下来无非是什么时候去降息这件事情 那我可以很明显的去判断我到底能不能承受一套房子的持有成本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握手上有钱的话 我觉得会是一个我布局我的这个房产投资组合的一个好时机 如果我如果我钱够我可能会去投资一些 给你将来有不错增幅的房产 那如果说我会比较注重现金流 那现在的租金也平稳了 然后那个利率也平稳了 该下降了 那我也可以好好的规划说我什么样的cash flow 我是可以承担的 什么样的cash flow是我不能承担的 对很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想问他 就是说你是要做一个房产投资 还是说要去做一个房产投机 如果你是做房产投机的话 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因为很多的数据都比较的明朗 就是说未来的暴涨应该是不太会有 在近期发生 或者说即使能持续几个月 我觉得并不会是一个特别长的时间 如果做投机的话 你应该在那些更看不清的市场 比方说加息加到非常高 市场情绪很差的时候 比方说像22年的年底那种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好的时候 但风浪越大 雨越大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 但是你也要承受说 如果市场信心崩盘的话 但现在回头来看 那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但谁都不知道 那你放到现在来说 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但我觉得也是 就是你不会挣到快钱 或者挣到大钱 但是它是相对一个安全的点 就是我已经看到了利率的尽头 未来很多有有很多的信息告诉我 它是要利率是要下降的 那租金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市场的需求 如果在现在是可以恒定住的话 大家都知道砍移民啊 或怎么样 但它不会是一个长久的政策 但始终会放开 取决于经济嘛 取决于经济 它始终会放开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看得清摸得着 比较平稳 比较风浪比较小的一个市场 如果你是看10年 看10年 看一个周期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下一个周期 要开始的比较早的时间点 比较早的时间点 我觉得是可以逃一逃房子 比较耐心的去看一看的一个 对一个环节了 如果等到下一个周期 然后降息了 又回到了3啊4啊的利率 然后整个市场又开始火热起来了 然后布里斯班 还有一个什么奥运会的概念这种 那你可能又看不清了 就是哎呀 房子又涨这么快啊 又一犹豫的话 可能下一个 你又已经在下一个周期的半山腰上 对 它是一个比较安全和比较适合性格 比较谨慎 或者说胆小一点 就像爬楼梯的 可能下一个台阶的 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 我看性格 像我的话就是久闻 如果是我的话 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入 我不会在82年利息最高的那个点入 那确实那种市场上声音很多 但是你去赌的话 当然有赚有赔 有赔 有赔 但现在的话可能是 如果你是个投资者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去判断市场走势的一个点 在目前来说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 OK 我觉得那今天这一期就差不多了 对 基本上吧 今天下半年大家该做的事情都交代明白了 好 尽管起便 我们9月9月份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聊一聊 OK 拜拜 拜拜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